我们叫做转危危机 的而且确 这个新冠肺炎是影响我们的生活 是带来一些危险 但实际上也都成为一个推动力 预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疫情促进了香港创科产业发展 疫情之下的香港可谓危中有机 不少香港本地科研成果 在抗疫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由创科局推出的家居简易电子手环 和居安抗疫应用程序 抗菌纳米涂层 童心抗疫口罩等 除加强部门内部研发外 创科局还于近期推出公营机构 试用计划民间征集 向社会征集科技抗疫智慧 邀请我们香港的科学家 告诉我们听 他们觉得在抗疫工作里面 他们的研发科技 有什么可以用在抗疫工作里面 很高兴因为一做了挣扎之后 其实反应非常好 有三百多个申请 我们自己选择了大约六十几个 然后由政府 我们撥款给他们试用 在我们自己政府和供应机构场地试用 我们都用了差不多一亿零二百万 支持有关的工作 结果都是理想的 11月中旬 一款名为安心出行的移动应用程式 在香港正式上线 旨在帮助市民利用手机记录出行情况 我们现在香港大约有两万三千个地方 有这个安心出行的二维码 我们所有的计程车 也有一个他们自己本身门里有一个车牌号 这个安心出行你可以数码就可以 如果是的士你可以数码的车牌或记录它的车牌 这样也可以 如果按不错你坐过的士或者你去过的地方是有些确诊者跟你同样时间去过的 我们就会可以将这些确诊者去过的地方和时间 就推送到你的手机那里 然后做个比对 薛永恒认为 当前正值香港创科的黄金时期 相较几年前香港的科研和创新创业氛围有很大改变 2014年我们香港只有一千多家的创科公司 到了2020年今年我们升了三倍已经有三千多家 雇用的年轻人的科学家 由二千多人升到现在一万二千多人 是以几倍增长的 以前一般我们的年轻人都希望不作业之后 比如做一个工程的人员来说 他会去一些大公司 电力公司 地铁公司 现在大约10-15%左右 我们年轻人我自己希望创业 11月25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发表2020年施政报告时指出 特区政府将推移向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鼓励和支持青年人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 总计提供两千个名额 其中特赦四百个科创职位 薛永恒表示 希望通过这一举措 带动两地青年密切合作交流 促进两地创科产业强强联手 其实目的就是说 协助我们的年轻人 去大湾区其他城市那里 去做那个创科工作 从而令到他知道他的队友的强处 然后呢 也都等他们认识了之后 能够做到真的 除了地区与地区的强强联手 就是其实每一个创科的年轻人 科学家他都可以互相认识成为强强联手 我们希望做到这件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